疫情重创服务业根据劳动部统计 住宿及餐饮业的劳工 实施五薪假人数近期两周内 从1549人翻倍成为3152人 民众党团立院总召邱成元表示 中央推出36亿餐饮行销补助 但申请办法繁琐规定又多 协调后虽然稍有简化 仍独漏10万个餐饮业摊商无法申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内需型的产业就是很惨的这个产业 其实包含这个运输级仓储业 住宿级餐饮业 艺术艺文娱乐 都分别面临了4.6% 7.2% 以及16.6%的负成长 那影响是4.2万家的企业 跟141万名的劳动生计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多人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上 非常的苦 尤其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纾困 予处的8400多亿的后面的1300多亿 包含现在经济部规划的这个行销 总经费36亿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这个商业总会的调查 今年4 5月的Omicron的疫情爆发之后 其实服务业平均的业绩 比1到3月衰退了42.49% 所以可以看到内三级的状况是非常严重 尤其现在餐饮业是最惨的 整体业绩掉了六成 有将近的这个57.7% 尤其以这种大型的这种婚宴 还是这种宴会型的这些 大型的这种餐饮业是最伤的 秋成员表示 中央6.8亿特色团有补助 期限只到6月底 但业者说5 6月出团率仅一成 根本看得到吃不到 那再来一个部分 就是看到这个五星价的人数 其实劳动部这边有统计 从去年9月的9000人 一直维持到现在 现在再加上今年的三级令 还有一半的旅客的退团 其实损失非常的严重 交通部分别提出6.8亿 跟55亿的特色旅游团的振兴方案 那6.8亿的部分到6月底止 但是有许多业者曾经反映 5 6月的疫情受到非常重的影响 出团率只有一成 那根据观光局的统计 目前实际执行只有1.17亿元 所以占总经费只有17% 所以这个成效上是有待加强 另外55亿的振兴补助的这个部分 那上次的记者会 我们希望他提早实施以后 虽然观光局有从善如流 从原定的9月提前到7月15号开跑 这一点我们给予肯定 但是相关的业者 还是认为这个是给重症病患吃感冒药 还不济及 应该还是要先优先针对这个产业来去做纾困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观光局 在考虑振兴方案提前一个半月实施后 经费可能会提早用完的一个状况 那后面面对9月份以后的淡季 是不是要争取额外的经费来持续做这个振兴的一个状况 而不是只是把剩下的钱 把它花完就没有事了 民众党团主任陈婉慧则表示 后疫情时代民众消费习惯改变 许多产业白费代薪 政府要协助企业改善问题 促进产业转型才是根本知道 我想讲的就是说从这个纾困振兴之后 我们要想的就是这个转型的部分 那大家知道我们宜兰在7月份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 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际童案节 那我想也非常多的一个家长 带孩子们去过这个国际童案节 但是呢 如果你仔细去搜寻一下我们的童案节 我自己先帮我们这个宜兰做个广告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这个是应该一个套票的一个预先的这个预购 那这个我觉得他是有点沦为这个县长 自己个人的这个秀场 那你如果现在Google相关的新闻 大家看到就是这张照片 或者是就是可能看到我们这个林县长 到这个曾那个公读生的这个县长 去给他们加油打气 所以我觉得我是这样想 如果是我来做的话 现在每天的防疫记者会后 我们的林县长每天都会去介绍一家在地的厂商 那与其这样 我觉得应该要赶快就是加紧脚步 来宣传我们7月2号即将开始的这个童案节 我想当人流开始回来的时候 而相关的这个宣传可以协助我们在度 在地的不管是民宿业者或是相关的餐饮业 都可以有外衣的一些效果可以有 民众党团呼吁防疫纾困振兴转型 环环相扣缺疑不可 政府应拿出实质作为 用减税补贴等方式减轻企业与劳工负担 并辅导产业转型 才能逐步引导民众生活回到正规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